大家好,我是賢玩游跨力的來測 今天要說的是每一連半更新一集 雖然不是第二集和世界大三那這個坑那怎麼填的路哥 我在第三集第一人來看 效率與戰車,最榮章 DOS FINAL 今天就來說說第一集 光說,如果沒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的話 歡迎點右上角的資訊欄 好,飛一塊不多說,馬上開始 首先CG的光畫面可以不用理 我們呦呦呦呦呦看到大雪被包圍了 對方死定了 回到現在,桃子在監控室裡面 遙控著小車子來找戰車 而且很幸運的找到戰車的信號 所謂的小車子其實是德軍的格莉亞遙控戰彈 唯一一個有鋁帶的遙控戰彈用來當反彈克武器 可是呢,在實際上他的表現很差 因為他貴,做得慢,還有一條電線黏著 接著柱子堵進來,跟桃子說他要留級了 雖然我不覺得可以到報紙號外那麼誇張 可是傳說中,全力第二大的人留級 相信在任何學校都會是大新聞 而且入學室的評語真的很強 所以他們決定參加冬季無限十款杯 來讓桃子能夠順利畢業 軍診還是被黑而黑了一把 OK,這個比賽海報上面的是法國的聖上盟AFV 下面的I need you是參考了基奇娜目兵海報 不過人家是I want you 而且劇中提到這個比賽已經停辦了20年了 Neta自強20年戰艦西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出華大小姐的翻亮了 接著人類只帶著主角們進入自學院間裡的地步 等一下再接著又是怎麼塞進來的 船底AKA大喜的瑞克內斯堡 為當地的步伐之地 瑞克內斯堡是南非的一座城市 以治安差為名 但我覺得比較像是香港的主動存在 漫畫中國提及被飛笑的時候 小安底的學生留守大喜 還擊退了文科省的人馬 讓大喜美女被拆解 然後很快的人類只被打走了 在圖中可以看得出各種的塗鴉 埋著各種的彩蛋 時間關係就不易列舉了 其中一個就是彈者 或戰爭 主角們神龍神災後 發現了一個走吧 隨心聽 為了把人類子給讀出來 他們接受了藝人山的試驗 首先一個駕駛兵跟別人比手指 然後一個軍迷劍田淡手 解開了喘巴扣 一個通識兵解開了其次的意思 雖然我不懂奇語 可是我還是對著危機 嘗試翻譯一下 人家奇語真的是這樣舉的 盧哥有做了功課 但我最後解出來是 這 個 管 義 我只是按照著奇語表的對而已 請大神在留言區告訴我哪裡錯 感覺有些陰節對著呢 繼續 一個經常躲炮彈的車長 反映了精神格鬥 我開始知道 為什麼沒有出現Furry的情節了 細菊流切香腸戰術 六里球子 讀錯稿了 細菊流切炮彈戰術 是真的 然後台妹們拿個茶餐走了過來 又歡迎拿出一隻M24油彈 音樂給我上 你他們是寶寶袋吧 熱茶38CM的東西要藏在哪裡的 這個小油彈大概是 中德兩國二戰的代表目之一 它為進攻型小油彈 所以如果它是真的 只有丟得夠遠 就不會傷到自己人 但我想說 我老婆真的滾 喔 盈柯好 啊 怎麼 你說它怎麼出現的 這裡 啤酒也要表示優雅 你問我 菊花 從何而來 正所謂 對 菊花 殘满地上裡的 老婆喝辣椒 OK 總而言之 要他們找到戰車了 海盜們也加入戰車道 其實戰車有一個更好的描述方式 拖拉機 加裝卡 大大炮 每個人都可以聽得懂 而且戰車本來就是這樣出現的 什麼戰車先賣個關子 說一下各國的狀況 聖哥的大紀領決定是英國流血 白號表示 終於不要打錯我啦 正裡坐著一個NKL-26軍用水槽 然後卡車莎就去俄羅斯 ちょっと! 你們怎麼說的 黑車風和珍穗要去德國 Erica擔任隊長 三大大師坐著一個CH54直升機 吊著螢火蟲 你確定這個東西能夠吊著洗血慢嗎 埃球比在羅馬搞集會 這不但在學堂中 那還蠻熱歷史的 而泛蘭琴摩在 外面是BA天中打車 蘇聯過 最後大喜抽中了BC自由學員 AKA法國 之前BC遇到的是英國 詳細介紹一下BC自由 BC自由是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學校結合在一起的 對照國有兩組 第一個是來自二戰時代的法國 BC娜貝斯內金生也就是寶宋 對照的是納粹的奴隸政權 維西法國 西娜貝斯外來生也就是考上去的 下面有個羅令十字也就是自由法國 大家可以看得出他們的故事較深 因為自由法國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北非的 所有不交的能力就是從那邊來的 另一種刷法是來自法國大革命 一直是隊長三人組的名字都是來自凡爾賽玫瑰 看來魯歌真的很喜歡這個作品 咳咳 雅鐵跟安特斯是情侶外系來的 我們的優化裡有些干涉潛行任務 在BC人間上面看到 巴黎之母人 東風攻擊之塔 海賊們 你幹嘛把整個派黎都copy and paste嗎 優化裡拍到兩方宅的瑪莉亞當汽車 不過這只是拍戲而已 他們已經和解了 嗯 把幾分鐘前的東西重演一次有比較好嗎 而且這裡有點像巴士抵御啊 又快點是怎麼了 非常的敬業 不久後我們知道海盜們的座機了 是大名鼎鼎的MART4輛車 這個輛車是英國救命的零星將車之一 中央甲針後製12毫米 注意抵擋反裝彈頭和K彈 沒錯 反裝夾要怎麼做 把那個彈頭鑽一下可以啊 有參與到著名的康布列戰役和人類第一槍坦克對戰 而且英國人都會把它稱為Landship 意思是陸地戰艦 跟這位老海軍人說的一同 啊不是不是這個老海軍 是這個老海軍 而且這個戰車本來是叫八個人的 不過因為當時這個戰車是用來翻略豪鉤的 所以第一槍是有獨立人人控制的 疊球變成五個人就夠了 只是這個戰車的裝甲薄得要死 M4想個大來嗎 吧吧吧吧吧吧吧 把他打到敵人的一巴大 一開始拿來薰弱 可能是諷刺他的三人很差 不知道是不是戰車道聯盟前多了 有了銀河空炸機 三次戰鬥機 還搞了跟波佛車40毫米高射炮來開始戰鬥 MART4還是too young 無法走到一頭之線 因為換檔是要兩個人的 不過因為這個東西本來就走得不快 所以沒有關係啦 這個場面其實在最終戰鬥的OP也有出現 不過當時候並沒有MART4 第二卦就有了 細節啊 BC自由有三個主力 AR L44中戰車 這個戰車是在法國解放前後 研發的新戰車 因為逃亡了四年完全沒有相帶戰車的概念 所以這個戰車是由海軍高射炮 德力引擎和冰溫底盤組組成的 OK 正義點來了 戰車道是要求使用日本投降前所研發出來的戰車 而AR L44 暫時只有一輛的木製原型 可是也可以拿來比賽 所以我估計是希望能夠跟大幾個戰力平衡 製作組才這樣做 不然的話 抵较那些IS-3或是TC-44那些人要怎麼想 稍等待 其實自豪就出現了 OK 玩那麼多啦 S35松馬機兵戰車 這個戰車是法國代表性的機兵戰車之一 速度在當時來說也算快了 不過火力裝甲非常薄弱 幾乎無法跟任何大型戰車對抗 所以就只剩激動性而已 雷洛FT17新戰車 是世界上第一輛使用現在跨設計的戰車 使用SA-48戰車炮對大型戰車 沒有威脅 這個戰車使用單軟炮塔 不過馬力硬是要做車掌 所以裡面應該也是做了一個人的 法國戰車設計 好怪 一開始BC自由裝作不合作 還順便拿了一個仰空戰術 等一下虎P的100毫米裝甲能夠擋90炮 我不是說虎P的裝甲很薄 而是熱炮太強了 讓大喜進了圈套 再敲散被埋伏 以玻璃表示給你玩玩 反正槍炮聲音響全體都要聽我的 包括敵人 幸好任日子的燈炮低溫解滿 突然就真的被秒殺了 為了脫離險境 Mark Ford發生為ARK戰車為大喜造路 說到ARK就要先說 西線戰場著名的裝甲單位 跨巴特-華爾濟坦克 由於大堆秋杰爾所組成 其中ARK就是秋杰爾Mark Ford去到炮塔 加上喬炸的殘部 主要用於搭建離世橋樑 秋杰爾本來就跟Mark Ford有相似的設計影子 所以就真的有一二戰困在一起的感覺 伏地之霸加上援軍抵達 彼此自由追音高喊 除了比玻璃的裙子以外沒有任何損失 這句話怪怪的 最後畢竟就唱著洋蔥之歌 第一集結束 洋蔥之歌是拿破人戰爭時候 老敬為了軍歌 好聽的旋律加上打散整個西歐 他的歌詞卻非常無厘頭 簡單來說就是 歐巴克拉拉歐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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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克拉歐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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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克拉歐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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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我一定要去打擊朝聖 一定要去 如果請看這段影片的話 可以點贊留言訂閱我的頻道 粉絲再見 拜拜 然後話說 台灣的小賊粉有福了 因為追蹤當第三話 將會來台象里 雖然具體今天不知道 但是我超羨慕的 就很可憐 謝謝 好 謝謝